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著名作家陆琪 陆老师 欢迎她 今天我们请到的明星夫妻是 郝平姜元夫妇 欢迎她们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 今天第一对主人公的情感生活 请看大屏幕 我会有女朋友方方 我明明是吴文言的 我对她非常好 即便什么事情我都依着她 但是在她的心里面 可能我觉得我对她不好怕 在这段时间 因为发生了毛队 我打了她 她就离家出走了 但是我去她上班的地方找她 也没找到 去朋友家里面找她 朋友就没有来着 我希望真的她们在节目里面 和我两个好好在一起 把所有的误解 所有的错误都能化解开 是什么让一个成年男子 如此痛哭流涕 过去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 这段过去能不能过得去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这对情侣了 男主人公小赵32岁来自陕西 现在是代业 女主人公小刘22岁来自重庆 是一位销售 来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啊 小赵 今天是来挽回她的是吗 是 那干嘛这么颓废啊 怎么说啊 我和方方两个 毕竟认识有五年了 不管你说在家务方面吧 还是在任何一方面 我都依着她 但是在她心里面 肯定想到说 我对她不好 你就装吧 你那事对我好吗 每天有事没事看我短信 然后还跟踪我 不要吵 你那事对我好吗 来来 不是吧 我怎么不认意好啊 赵先生提个要求可以吗 能把手放下来 先平息一下 想想今天是来挽救对方的 而不是来跟他争吵的 资料上面说认识五年是吧 是 我那个初中毕业 我就开始去一家KTV里面上班 做那个酒水销售 他其实一直在我上面 就是我领导 接触的平时也不多 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是去包厢里面 给那客人拿酒 客人他可能也多喝了几杯 就是想让我喝酒 后来就是他也从那个门口路过 看着我被客人围栏 他就进来 然后他就实际上 就是让自己打个多喝了几杯 从那个时候开始 可能对他心里面就产生了一种 特别信赖的那种感觉 因为刚刚出来 然后后来也一直 就是经常照顾我 然后我们就这样走到一起了 可是后来没想到 居然做出那么 我做什么样事 你没做吗 做什么样 你说说吧 他做了什么 你跟我说好了 本来感情是挺好的 相处了几年之后 可能是由于我做的销售 做的比较好 因为销售那个行业 是很容易往上提升的 我就从一个小小的销售 做成了那个销售部经理 就这样 他可能心里面 也有一点那种自卑的感觉 我有什么自卑啊 你没有自卑吗 那你看我短信干嘛呀 你阻止我和别人来 我看你短信吗 怎么不能看 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我是想解决我们之间的事情 谁和你吵了 好嘛 你明明跟人吵了 你说谁和你吵了 你现在的质量商品是代业是吧 对 为什么呢 你不是他老板吗 以前上司吗 时工不干 他被他以前穿着 他花着照染 到处照人 我没有招人啊 我有招人了吗 我 什么没有啊 我现在这样都被 就完全被你逼的 你说你上班吧 化妆化的那样子 穿着穿着那样子 还有吧 你说你 背叛我这不说了 我那个 还怀过别人的小孩 我做的那个地步化妆 这是都很珍藏的事情 等等等等 不是吧 我说错了吗 我们一项一项地说啊 上班化妆 这是礼仪嘛 对 职业女性应该化妆 化了黑妖怪了呢 实际 我跟你讲 我就是觉得 我真的 我跟他就是相当那种 过不下去了 就是一次和朋友一起吃饭 然后旁边那个 有四个男的 就是在那边 他可能也不是忘了我 就是可能是后面 什么的鞋过来 就笑了一下 他就以为他们在笑我 就看着我 没来眼去 你吃饭就吃饭 你闭嘴 你闭嘴 你不要说话好不好 为什么闭嘴 只是我跟你讲 后来他干脆 就拿到水 就往别人身上泼 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啊 他该泼 谁喊你 都冲上笑 你不及过我的感受吗 你有什么感受 来 手上 冲别人笑就不对 好好好 来来来来 看着我 他还怀过别人的孩子 就是我怀的是别人吗 你是男人吗 怎么不是啊 你怎么自己的孩子 你都不承认啊 你 我为什么不承认啊 你简直就不是人 我怎么不是人啊 那怎么不是你的孩子 你是我的孩子 你把他打掉 别人的孩子呀你 是我的孩子 你把他打掉 不告诉我意思吗 你要不要怎么 你白了就是 来来来来 你和那谁去鬼鬼睡睡的 你是我的孩子 你不会告诉我意思啊 你把孩子打掉 你给谁讲啊 来来来来 别急啊 你还哭哭哭什么哭啊 我真的 我真的是没法跟他说了 你的孩子都不承认 你这 你还是男人吧 你把他打掉了吗 你不能跟我说一声啊 你这样怎么跟你说一声啊 主持人 我问你想 我打掉孩子 我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之前也那样吵架嘛 后来我知道我 就是 怀孕了嘛 我就是想准备 两个人就开始结婚了 我以为我怀孕之后 我们两个关系 可能会缓了一点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今年 结果我有一次 我起岛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 那看我短信 以前我知道他跟踪我 看我短信 但是我没有带了正招 他来跟踪你啊 对啊 要不然他怎么知道 我会给人吃饭啊 这哪叫跟踪 我无意当初碰到 你说你和男人谈 谈事情 都谈夜舞 就谈夜舞吧 对不对 你桌子有那么大 你不坐对面 他非要和他坐在一起 那就谈事情吗 我们是谈事情 就是谈到中午了 顺便把饭吃了 节约时间好不好 吃饭吃饭你喝 你不坐对面 你怎么那样呢 你不坐对面 你为什么和他坐一起啊 好好好 你心眼够小的了 还有 你说你和我不带一样的表 你和那个 和你那个 客户带什么一样情侣表啊 我带表什么 带表有错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不和我带一样 你怎么不和我带一样 如果说全世界的男人 男性都和我带一样的 我和全世界的男人都有关系吗 你怎么不和我带一样 你这人怎么这么无理取闹呢 你 不是 你给他买过吗 我买他没要 他终于要编一样 不是 他带着都别带一样 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你给他买过吗 没买 你没买你说的什么带不带 他带就和他都勾打男人一样代表 一模一样的 代表有错吗 没错吧 主持人我跟你讲 我不是看那个 他看我短信吗 等于你洗澡 你终于看了 出来之后 他正在看你的短信 对 我就说你怎么能看我短信 那时候就吵起来了 然后他就打我 打了我之后就不说了 然后后来自己还走了 我当时还有孩子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你 打人犯法知道吗 我没打 就推了一下 打他 你当时为什么要推他呀 他一不看我看他短信 我就看他手机一下 也正常啊 你凭什么看人短信啊 你有什么资格看他短信 怎么没 他没资格他后来注意去 我没资格 现在婚的人还有自己的隐私 来来来 等等等等 你在短信里看到什么了没有 看到有人就同一个号码 发的什么亲爱的呀 你今天穿得真漂亮 明天在哪里吃饭还在 你说这不是吗 你不是都打电话过去问的吗 是男的女的 你自己都分不清楚了吗你 等于是你的女性朋友给你发的短信 对 有男的 你别请他一个杀人的 你不是都打电话过去问的吗 我打的不是有男的吗 好好好 然后你就决定没法跟他过了 对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了 我就觉得这人真的是太恐怖了 然后你就背着他 我哪里恐怖 我那也不是背着他 是他自己 回到老家我有什么办法 就把孩子给打掉了 优恒都不是我的 他怎么还是打到人呢 这孩子就因为他打掉了 所以就不是你呢 是吧 他说是我的话 他最起码打个电话 给我说一声 对不对 你说也没说 有什么好说的 都决定不在一起了 还说什么呀 有意思吗你觉得 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肯定有 他就是我原来那个上司 比我爬的快点 他可能看到别人有钱 我没什么出息 就是那样子 你神经病吧你 主持人我真的要是 我没法跟他说了 他这样了 不急不急不急 咱们这事得把它捋清楚了 这事闹了多久了 从我升职开始 大概也就 从今年到现在了 后来就是 他从老家回来嘛 也就是来哭天喊地地求我 叫我就是和他和好嘛 本来我就下定决心 和他不和好 那个时候 他就死皮赖脸的缠着我 还拿着那个刀 他在脖子上 他说你要是不原谅我 我就死给你看 然后我当时也心软了一下 我就觉得 都五年的感情 那么久的感情 我自己也割舍不了 我就想 如果我说他能够真的 彻底地改变的话 就想原谅他一次 结果没想到 那你还不是启放我 你回来呢 他那是改错呀 完全就是变本加厉嘛 我现在想到那事情 我就回身发抖 他那给我发那个短信 发那个恐吓短信 简直就是吓人 他说 他说那个叫我好自为之 然后说什么 人在座天在看 在古代的时候 什么肩负贫负 就是没有好下场 要进猪笼呢 当时我那个是晚上 我看了那短信 我真的当时就吓了一跳 他不止一次 你可不能再说吓一跳 他说你要不做这些心虚 你怎么会害怕的 是吧 就是 而且那短信 不是我发的 是我朋友转发给我 发给你看一下而已 是吗 你有事没事发给我干吗 你怎么不发给你自己呢 那不就当小说看吗 那是小说吗 心里有鬼呢 他发短信还不止这一次 他不止给我发 他也给我朋友同事发 就是我一天去上班嘛 我朋友他就是给我看那个手机 男性朋友女性朋友 就是异性朋友 就是他跟我说 他说你那个怎么啦 昨天晚上怎么约我出来吃饭呀 什么的 然后我说没有啊 他就给我看那条短信 他等一下就是说 亲爱的我想你了 有空出来吃饭呀 坐一坐呀什么的 我当时看那个署名 还是我的 你疯了吧 我有发过那样的短信吗 不是我发的 来他请他 而且还不止一个人 这样跟我说 那是我发的吗 不是你发的吗 你敢说你发是 你不是你发的 不是 是还是不是 男子看大丈夫 敢做敢的 是吗 是我发的 我在家里面 无聊 我就都不想 你是无聊吗 你这是有病 那我发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回 如果哪个女的 跟你发 你一定也是这样的 你还想打人 那是吗 你再说 你还想打人 动一下手看看 你眼睛别老 斜斜斜斜斜斜 谈你的事 今天都是来帮助你的 他侵犯了那短信之后 那天晚上 我回去我还没说话 他就开始说话了 他就说 你今天又和哪几个男人 出去鬼混了呀 什么的 当时我 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我就想往外走 他不让我走 非拉着我 要我回去 我不干 然后他就打我 这次打没打 没打 你怎么没打呀 你没往死里打 你拽着我头发往强人 可那不叫打呀 那你说那叫保护是吗 那是推你 推了几下 就推了两下 推了几下 两下 他这样 你为什么还跟他在一起 我现在就不是 不想跟他在一起的 我就觉得 你是下定决心了 还是说 希望今天变成一个 机会给他 看他的表现和改变 我今天 本来我今天带他来 就是想给他机会 我就是想 如果说他真的能够改变 不那样 就是让人 让我觉得恐怖 我就觉得 我们的感情 其实还有救的 我如果说没有救 我就今天 不会带他过来 来 小赵 以前谈过恋爱吗 没有 就是他一个 第一个女朋友 那现在不工作怎么办呢 未来怎么生活呢 用 我没说不工作 他都那 那我就在 天上听了他 主持人 他现在就是弄得 让我觉得太恐怖了 我现在也没有上班了 我就已经离开了 因为我 我不想再忍受那种同事啊 朋友 就是看我那种眼神 让我就觉得特害怕 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我现在也没有做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才有时间 来参加这个节目嘛 你现在也等于待业了 对 我就是觉得我受不了了 我觉得我们这件事情 必须得有一个结果 不管是好是坏 来 认识一个人 那位是谁啊 我妈妈 来 有请 见过吗 姨姨 见过 喜欢吗 不喜欢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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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我儿子回去 这个女儿子嘛 把我儿子害的 她就是成天老老道道的嘛 再就是电话拿到一家 让我摸摸 才不知道她是干啥的 我带她回去嘛 这个女娃娃 我从来也不喜欢她 睡觉半夜又不在家 成天外边跑 是的 我儿子增钱 不是她增钱多 我儿子说 她怀到日假的娃娃 你怀到日假的娃娃 才把她打掉了 以为是我儿子的娃娃 你可生了什么 你五年来就有干情了嘛 你为啥要帮我娃娃 要打叫 是不是 这样说嘛 我才能要你 肯定不喜欢你嘛 是 阿姨您说的对 我就是狐狸鸡 我怀了别人的孩子 不管了 他自己都成了 他是狐狸鸡 阿姨 你们自己承认了 你就劝劝你儿子 但是现在我儿子 也是说话说不到像什么 什么 他出了刺激了 你说现在我们还能要他 阿姨 您今天的目的也达到了 你就是过来 败坏我们一生了 我们今天就用我儿子 就用我儿子回去 你好了 你不说 我还是带你回去 回去 我就喜欢他了 不能给这个 女子太愉快了 你不听话 这个女子害到你了 你害死了 你看你们从来那么乖 我就喜欢他了 好嘞 你不说 你喜欢他的啥子 你喜欢他啥吧 这样好不好 您先向你休息一下 我们跟他聊 好吧 好好好 好吗 就是希望儿子 能够跟您请回家 跟我一起回家 理解了 好好好 谢谢 谢谢您啊 杨梅都不吵了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喜欢他 我就要和他在一起 那如果老师们说 你做一些改变 他才有可能跟你在一起 你改吗 能改 咱们不改呢 那下面你们就 好好帮助帮助 这个小伙子 一起进入秋比特务院 是小强对吧 你的那种结巴的情绪 我不知道你是贴责 我原来说话 从来都不这样 原来你想 我做那酒店的经历 我还要给那么多员工开会 这些我怎么可能这样 你是装吧 求同情吧你 我装什么装 你装给我看 我在想 就是仍有一点 如果当我们的情绪很愤怒 并且没有办法语言表达的时候 可能会有很多的肢体动作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 先去理解一下他 然后第二个 我想问一下小强 就是在我的逻辑当中 如果他真的怀的 不是你的孩子的话 他应该在第一个月就打掉 他不会在三个月过后 你走掉他才去打掉 那是他害怕 他有他自己的怀疑 你说打个比喻 是你怀你老公的小恨 你能不告诉他 还是你把他打掉吗 如果人在愤怒的情绪当中 做任何事情都会很冲动 就像你有时候 做一些不理智的行为的时候 你也会很冲动 有可能你做完过后 你才后悔了 就像你今年五月份 回到你的家乡一样 你回去以后你后悔了 一个月过后你才回来 那也是冲动的时候的选择 没有一个人能够去控制 自己冲动时候的想法 或者行动 那他不走的话 我也不会走 他把孩子打掉 你说不是你的 如果不是你的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 他怀孕了呢 那是之前告诉我的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他直接打掉流产就可以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你说那样 他告诉我之后 我听到四肥高兴 你说他后面对我看 那些手上发了一些 暧昧的短信 什么亲爱的呀 你今天穿又穿真漂亮啊 那证明说 他把这事告诉你 如果孩子不是你的 他完全可以不告诉你 直接打掉啊 你也不知道啊 他前面告诉我 孩子是我的 说他怀小孩了 我怎么跟你说不通啊 我感觉 我很高兴 他是在一个 自己的胡同里 和逻辑 他在一个自己的迷宫里 小小 你的猜疑心 太大了 太多了一点 因为你所有的要求 或者你所有的想法 是在你的标准当中的 不一定符合这个事实 本身的面貌 如果你真的想要 把方方追回来 最重要一点是 你要去用另外一种态度 去对他来讲 而不能去 不停地指责他 你想 你爱这个女人 你不停地去打他 不停地去骂他 他会跟你在一起吗 你前四年 肯定对他也很温柔 肯定对他也很呵护 你肯定不会打他 也不会骂他 也不会不停地猜疑他 如果现在 你还跟前四年一样 我相信你们的感情 可能会回到当初 我还对姑娘说 有多远跑多远 这人由你这样子说了 你跑来看你 看这样子 我就选分了 对象我没法选合 为什么 为什么有多远跑多远 他已经完全进入一个 家暴的模式跟流程 家暴是有一个积累过程的 他进入这个模式之后 会慢慢地越来越严重 越来严重 他已经进入这个流程了 你之后的整个人身安全 是受到威胁的 这是一方面 那第二方面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在 电视机面前来 替这个姑娘挽回一下 她的名誉 因为刚才说了很多 你跟你母亲也说了很多 她自己都承认了 这个事我问你说 为什么 第一点 我个人认为 这个姑娘所做的事情 从她刚才描述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 两个人一张桌子 两个人坐在一块 很正常 拍一下肩膀 你看我拍一下肩膀 很正常 放桌子 不坐对面 为什么一定要坐对面 我跟周老师吃饭的时候 我们也是 我们在谈工作 以你的这个手段 看人短信 收集号码 群发短信 跟踪 等等等等手段 都没有抓住实质性的 这还没有啊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人家没什么事 第二个 就刚才那个 那个那个 老师也说了 如果他怀孕的孩子 不是你 从头根本不会告诉你 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 非常地严重 严重在什么地方 你的小孩 你去动手 打了一个 怀着你小孩的女人 之后 你又一个多月 没有联系她 这种情况下 她不打了一个小孩 你说她还有什么选择吗 她没有任何的选择 而这个时候 你反过头来 再指责她 说她怀的是别人的小孩 这女性 纯粹的一个无限 如果是我 如果她不给我讲一声 所以说 我现在是为这个姑娘 挽回一下名誉 其他我没什么可说的 有多远跑多远吧 就这样 谢谢 我想说的是 我们这个舞台上 经常出现一种男人 什么男人呢 男人一潦倒 心眼就变小 这也不顺眼 那也不上道 媳妇办的美 是出轨的前兆 媳妇要挣得多 那一定是歪门邪道 就是 对 你说胡闹不胡闹 其实是自己自卑 嫉妒家无能 屎盆子偏往媳妇头上道 我从没自卑过 没自卑过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一个男人 娶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决定她将来的生活品质 一个女人 嫁什么样的男人 决定她将来生活的希望 你说这样的男人 有什么希望 挨打的希望 你从认识起 你就知道 她干的这个工作 必须要 热脸贴别人冷屁股 我又没喊她做 她不做 谁挣钱啊 你挣钱啊 我原来上班不上 好好的 你现在呢 不就她引起的吗 你看你竞争 也竞争不过你的同事 是吧 肯定竞争不过 女同事 她在外面那个 我肯定竞争不过的 所以说你没用啊 我哪里没用啊 你哪有用呢 哪里和女人 能争得过来吗 我想问你一点 你们俩先结婚了吗 还没有结婚 我想问你的是 你喜欢跟她在一起 那么她假如说 她喜欢这另外一个人了 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她和我在一起 为什么要去选择另外一个 那么她不喜欢你了 她喜欢另外一个人了 可以吗 不行 我喜欢她 如果你要想留住她 我希望你进步 而不是说动手 我想让你 首先先调整一下你的思维方式 你喜欢她 你尽量表现出好一点 她才可以喜欢你 来 我问几个问题吧 深夜十一点钟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一辆公共汽车 进站 也没停 你就跳上去了 发现没有司机 请问是怎么回事 我 我哪里知道 猜吗 猜 想想吗 有鬼 有鬼是吧 好 我告诉你答案啊 这个事还真的 真实的发生过 就在北京 根本没鬼 那车坏了 那个 司乘人员都下去 推车去了 一哥们儿 晕晕乎乎乎 就跳上车了 后来就吓了个半死 因为有鬼 你所有的行为 并不是来自于他 不是他逼的你 而是你自己心里 有个太大的鬼 这个鬼是什么 这个鬼就是 你给他泼的 所有这些脏水 是这个鬼 把你害成这样了 你得把这个鬼 现在捉出来 不是我们帮你捉 是你自己 要去面对 要去捉 我还是问你问题 我很爱一个女人 但是这个女人 不爱我 她恨我 她怕我 我该怎么做 就像原来一样 对她 好 这是算一种回答 再问一个问题 你那么喜欢她 为什么你要在 你的母亲面前 把她说得那么肮脏不堪呢 她没做那些事情 我肯定不会拿 你没理了是吧 那些事情是她做的 还是你杜撰出来的 就是 好吧 特别想挽回她是吧 就是 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 先跟妈妈回家 调整好状态 再去找她 不行 为什么 就和她在一起 来 姑娘 你现在面对的 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注意自己拿 来 黄金六十秒 方方 我就是喜欢你 我真的爱你 我 可以改 上一次 你不是说吗 你肯定喊那个说 你想改 结果呢 你是变本加烈 那都是我 私心才中 我 从现在开始 我 不 不 那我慢慢改变 我自己 我希望你好 我不想看着你 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着你这样 其实我也心疼 真的 我希望你好 我不希望你这样 什么都不做 我们这样的话 就没有未来了 我也希望你像个 正常的男人一样 去保护自己的女人 而不是去打她 我真的害怕 我 说了我改 再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我觉得 就是希望你过得好一点 好就无所谓了 其他的在不在一起 我觉得 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就想 我们怎么去面对一下 面对未来 好 时间到 请亮灯 回去吧 两位 来 不动手 不动手 来 没事 你要给她一个选择的 一个机会 对不对 你强留住她 她也会跑的嘛 来 回去吧 来 请关门 这对情侣的故事 再一次地告诉我们 自己心中有鬼的时候 人就变成了一个鬼了 太可怕了 来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如果你们是这个女孩的话 你们会选择跟这位先生 继续待在一起吗 来 请选择 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选择了分开 我心里其实特别难受 因为我们所有这一切的表决的背后 还有一个母亲在这个现场 我们先把母亲请上来 来 有请 我相信您是深爱您的儿子的 对吧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关于你儿子所描述的 这个女孩的一切 也许就是一种普通捉影 她过去也没有谈过恋爱 过去没有 所以妈妈看到因为一场爱情 让儿子变成这样的时候 肯定非常记恨那个女孩子 对嘛 那么如果说 能够让你儿子回到重前的 就是这个女孩子 她是唯一能帮助到你儿子的人的话 你愿意做什么 她们两个就跟从天的五年四年以前那样子好 我还可以嘛 可以原谅她嘛 可以 她们年轻人 妈妈也不会阻止 对 她们年轻人就是嘛 如果今天这个女孩选择了离开您的儿子 下一步你会做什么 下次这女娃娃多的嘛 也不是走不到嘛 是不是 这话你跟她讲过吗 没讲过 如果一会儿我们看到是那个局面的话 我希望你能跟你儿子说这番话 因为她现在需要您对她的帮助和支持 好吗 来看看她们自己的选择吧 一起来输入个数 来 5 4 3 2 1 请开门 小赵来 妈妈在呢 来 小赵来 来 来 妈妈还在 来 不哭啊 妈妈也可以给你找到一个好女孩嘛 是她的女孩是多的是吗 又不是她一个吧 好不好 我 真的会很喜欢 好 会努力的去改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 真的努力去改 就回家好好的调整好你的状态 重新找一份工作 然后开始重新追她 好吗 好吗 以前做的不对啊 下一个女人在碰到的时候 信任是第一位的 别老一成一位 自己要先变强大 你才能追到女孩 好吗 跟妈妈回去吧 心里特别酸楚 如果爱情真的让一个人疯狂的话 爱情就变得太可怕了 它应该是让人幸福的 看我们的节目 大家可以看到 生活的一个一个的切片 在这个切片当中 我们共同学习 一起来成长 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爱情道路上 又面临着怎样的困惑 我们两个是在 一零年的冬天认识的 这两年来 她对我特别好 但是在四个月之前 突然辞职了 这四个多月来 她一直没有 好好的去找一份工作 她总觉得我是 每天都是无所事事 但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不是那么简单 时间长了 我就觉得一下子 生活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我觉得压力也挺大 所以说我希望她能够理解我 我真的是不想再这样下去 不是计识就能让一段爱情终结吗 这个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来 掌声请出这对听女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张28岁来自河北 目前代业 女主人公小张26岁来自河北 活动执行 来 有请请两位 欢迎啊 28岁了 对 待业在家干嘛呢 这前几个月 这不是刚辞职了 刚辞职了 辞职之前是做什么的 做销售 为什么辞职啊 反正关系挺复杂的 一些人际关系在里边 在单位里边 那现在在家里干嘛呢 找工作 就因为失业了 所以就不失进去吗 不是 我们两个好了两年多了 在2010年的时候 他为我辞了一份工作 当时我特别感动 这两年来 一直他也找不到 特别合适的工作 他为你辞了一份什么工作 他之前是干美发的 对 之前我是做美发的 后来因为他不喜欢我做那个忙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做美发 干美发的 天天接触的女孩子都比较多 什么样的人都有 而且当时就是说 我们俩走到一起 也是因为这个 就是我当时特别 我其实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为我放弃了 就是说他干了好几年的工作 这个事我一直特别感动 那怎么就不上级了呢 你希望他怎么改变呢 他辞职的时候并没有跟我说 他是为了想改变我们以后的生活 其实我也挺感动的 我就理解他 我说那行 咱就好好找一份工作 对 我才找了 你也说慢慢找 四个月的时间了 他根本就不是在找工作 我天天在上网玩游戏 我不上网我怎么找工作呀 对吧 我在网上我投减了 我找工作 这很正常啊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见你找过工作 也没有见你去面试过 而且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有一次甚至就是我去找他了 他开的声音特别大 戴着耳机在那打网游 男人谁不玩游戏呀 你觉得现在是你玩游戏的时候吗 我特想问一句姑娘 就今天来你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想就是通过这个节目 然后让他有所改变 因为他 怎么改 我想让他现在就是有一份正经的工作去干 然后好好的就是对我们的以后的人生 有一个很好的规划 不是 那这个人一直在找啊 对吧 但是毕竟我28了 不可能说跟小年轻人一样 随便找份工作 一个月挣一两千 既然是这样 你不是想创业吗 对啊 你想创业 他您知道吗 主任 他就是说想开一个蛋糕店 我说那行 那既然您就是说想要做这个蛋糕店 咱们可以去做对吧 可以去尝试 但是他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说过之后根本就不去实行 我得前思后想想好了再去做呀 我不能说头脑一个 有这么一个念头我就去做对吧 他能成功吗 除了这个念头之外还有其他的念头 有 过两天还说 我要想那个开个饭店 那我说那也行 只要就是说你想干 咱们都可以就是说好好干 那既然要开饭店 肯定得学一些东西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报了一个培训班 掏了两千块钱 给他报了一个学厨师的 结果去了一个星期又不去了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这胳膊吧 以前做美发吧 可能就是说有一些 好吧好吧 颠不了勺了是吧 有肩猪炎确实是 因为之前干过美发 然后这个肩膀疼 那也行 干不下去 那咱找一份工作行吧 但是他又说做一个什么 出来一个新词叫什么漫地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他要去做一个这个东西 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白 他这要 对你不明白就对了 因为一个东西你问十个人 九个人都知道的话 这已经是一个产业了 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那既然是这样 那证明你对这个分析过考察过 那您去做了吗 我这听来听去 总之现在对他有千般的不满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 就是做一个快三十代男人 现在就是说 这个家庭跟事业都特别重要 还不是当初就是因为 我干美发 干了那么多年 完了为了你辞职 现在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合适工作 是我理解你 所以说这两年来你换工作 我都没有个原因 我说咱们可以从头开始 哪怕就是说你一个月少挣点 咱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他像这些就是说这些讲法 没有了以后 您知道吗 他最近就是说这几个月来 有时间去图书馆 看文学发表的书去 什么余秋雨 什么假评划 看这些书 这些对他的工作有帮助吗 假评划那不叫 我管你是傲图 但是他对你现在找工作有用吗 你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 白天全部用来去看书 你觉得合适吗 我看书有错吗 是 我以前没时间看 我现在有时间看了 我问问吧 你现在靠熟生活 以前咋的钱呗 他除了去看这些书以外 每天晚上三四点钟不睡 然后第二天睡到中午十二点 然后就拎着 拎着这么小的小桶 去河边钓鱼 一钓就是一天 然后全部拎换这些 这么大的小鱼苗 他去干这些 钓鱼的目的不是说 你钓多少钓多大 对吧 他为了修身养性 是为了让自个儿心静进来 我觉得是现在根本就不是你的生活 因为这些修身养性 全部都是老年人的生活 我觉得现在根本不是老年人生活 那图书馆里边都是老年人 那河边钓鱼的都是老年人 对 人家都是在有正常生活的前提之下 然后有时间了 去陶遇一下情操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 来来来 你这样的日子 大概打算过多久 我也问过他 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块 就是啊 就这么过一天是一天 然后我享受一天就是一天 你这个修整调整期 大概你给自己设定和规划的是多久 这个 想过吗 考虑过 你的积蓄还能支撑你多久 这谁知道啊 你打算跟他结婚吗 那肯定了 那毕竟两年多了在一块 这两年多了 你带我去见过你的家长吗 你不是说过现在结婚不合适吗 你不是一直在往后推吗 对啊 我是觉得不合适啊 就我辞了理发之后 找了那破工作 我一说去干那个了 你得了 你就再回去理发不就完了吗你 对啊 这个我说过他 我也是为了记他 我说那行 我不建议去 就是说去干美发 当初不愿意让我干的是你 现在又让我回过他 哎呦 你真是 不是你自己辞的职吗 那我也为他辞的呀 男人怎么活得那么小心眼呢 回答我那个问题吧 你还爱他吗 是 啊 爱 好勉强啊 你还爱他吗 今天你有朋友来对不对 对 来 请杀他的朋友 有请 小曹的朋友 对 算闺蜜 是 今天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也劝他 那个 他老跟他男朋友生气嘛 然后 现在有一个调教好的 也追他呢 我 不不不 怎么回事 他肯定没跟你说过 他只跟我说 因为他要是跟你说了 你现在这种情况 他你肯定会多想 他就没跟你说 你在这儿当这么多人 你们俩现在说成这样 我都不说嘛 因为有他嘛 他又没答应了 现在还 我只是劝他 那人干嘛的呀 在一个政经单位上班吧 家里边有房子 然后 一个月 可能也就是五千多块钱 嗯 真好多好啊 追他 你今天来就是 要告诉这傻小子 说有人追你女朋友 你要加油是吧 他们俩呀 毕竟也好了两年了 然后 嗯 也是 为了在台上激励他吧 让他 好好找一份工作 这是激励我吗 我怎么感觉 你是在挖苦 我在仿色我呀 小伙子 你真是想偏了这事 就是为说这事来的 对吧 对 你的态度 是希望他们俩在一起呢 还是 我的态度 行了 你不用说 我也知道 小心眼 你知道什么呀 你说说 我的态度是尽量 他们两个能和好 因为已经好了两年了 都二十八了 我现在才二十二 我也有男朋友 然后 家里调教也挺好 准备买房 然后我们明年打算结婚 他也是在部门 他也是在一个 你这不是拿刀刺他吗 小孩 这主要是激励他 而不是刺他 因为好几个月了 他都没找好工作 每天在家 你不是在刺激我呀 就因为你有个好男朋友 完了就在这 看不笑话来呗 这人真的是不可理喻就是 我怎么不可理喻了呀 来来来 你先是不是把人朋友 先请下去休息 然后你们俩再吵 谢谢你啊 来请回请回请回 现在应该算是一个危险期对吧 一边是有优秀的人在追你 一边是自己还挺爱的一个男人的不争气 所以是不是心里挺难受 这个我现在确实心里挺难受 但是跟追我的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放到心上 听见没 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跟他说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再有优秀 他这个条件再好 这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怎么没关系呀 有房子有车 你不是整天跟我提房子车吗 但是我跟你要过吗 怎么那么提 那不就为了要吗 他老提吗 经常跟我说 他这个朋友结婚了 要结婚了 买房了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聊天很正常啊 这样 不是未来的人生不需要规划一下吗 是啊 但是他总拿我跟别人比啊 那你自己的规划是什么呢 规划自己做一份事业出来啊 什么样的事业 这个还在规划中吗 对生活怎么规划的呀 随于而安倍 现在他过的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生活 而且就是说对下一步就是一点规划都没有 就是那种啊我今天要过一天是一天 我就是这样 我随于而然没说得过且过呀对吧 但是你现在就是得过且过呀 不成再问你一句啊 刚才他说一直他也没见过你父母对吧 对 为什么 因为我总觉得时机不成熟啊 双方见父母的话肯定就是说要结婚了 要谈结婚的事情 因为我总感觉现在结婚吧 自己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能承担起婚姻的这个担子 如果这姑娘一定让你给人一期限 你会把这个期限说是几年的 两年之内吧 在我三十岁之前 接受吗 如果这话要是在几个月之前跟我说的话 我肯定会特别感动 因为我一直问他这个问题 我现在就是说压力特别大 但是他现在 谁给你的压力 周围朋友包括就是家里边父母 毕竟就是说年纪不小了 听明白了 事情我已经看清楚了 下面怎么帮这对年轻人呢 一起进入我们的丘比特问卷 那小姑娘呢 可能心里着急了点 三十岁不到 二十八岁了 现在正在找工作 又不是说他待业 在家待业四年了 四年之前还跟那钓鱼呢 那我都得说他 才刚四个月 这看看书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你的女朋友呢 其实他就是恨铁不成钢 他希望你能够尽快地务实 这样他别总拿那种事来刺激我 对吧 他就着急啊 那么他着急 他才说你 他怎么不说别人呢 他希望你能够有所改观 他不希望两个月之后 你们提着捅孩去钓鱼去 他就会看不到希望 我这也算一个自我的沉淀嘛 钓鱼不是不可以 你一周去个一次 图书馆去一次 还有中间的五天 挑出三天 外头跑跑笨笨 找找你以前的以前的合作伙伴 相互沟通一下 喝顿酒 经常打个电话 问问有什么你合适干的工作 可能 这个待业的时间就会缩短 那么另外一个呢 你要给他一个 心理上的一种安全感 你不能说一句 老是点一句 你得学会变通 我觉得没有不对吧 是吧 您看到了吗 他就是这样 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觉得这么一天一定要混下去 就是对的 还有一个这小妹妹 我觉得你心态也太着急了 你也可以稍微放轻松一点 这不才28岁吗 又不是38了 男人是需要鼓励的 你别老刺激他的自尊心 就你老伤害他自尊心之后呢 他会有一种抵触 你越说他 他越不出去了 你得找个方式方法 你可以用一种鼓励的态度 不要老师那么的去批评他 老说他 江老师您是怎么鼓励 郝老师 其实他就本身就特别上进 而且尽量会鼓励我 鼓励我的方式是什么 比如说 哎呀 明年如果说再买个车 就会更好了 玩命干去了 那还说什么呀 对对对 再过一年 把前年那辆车 如果一卖换个这样车 就会太棒了 我跟你说 男人就无穷的动力就来了 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 每个人对生活的追求 是没有对错的 就说这个女孩子一直在 一直在说 你看她觉得她天天钓鱼 上上图书馆 她还在坚持 她这些生活方式是错的 我觉得其实没有对错 她觉得她这样生活很舒服 她可能在享受生活 谢谢老师 但是也许早了一些 也许早了一些 这个就要互相理解了 你们既然有爱 还是大家往好的方向 共同挪把劲 互相理解 我不知道你们俩听的这个 听出二位老师这个话里面 其实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 向他们学习一些东西 你看 充分给 不是这个主持人 您就好说一句 这些就是说我鼓励过他 而且我跟他说过好话 他就是一个软硬不湿的人 行行行 你别说他说话 但我觉得你那人在刺激我 不是在鼓励我 急也好 慢也好 软也好 硬也好 都可以 阴阳怪气不好 你现在有点阴阳怪气 我阴阳怪气了吗 大家说有没有阴阳怪气 有 天哪 这个男人就翻翻去去 干就干 不干就不干 那浩子不是说了吗 加油干 很简单 这件事情 你那个 你看 我就知道你现在有了吧 你看人家有车有房 不好呀 我没这么说吧 没这么说吗 我就绝对有你 我不是那种语气吧 你那语气还不如我呢 我就跟你说 行 我们翻开这个 你现在生活是想当影视是吧 没事 想当也没事 我28岁的时候也挺想当影视的 后来 我影了大概半年多时间 我妈每个月给我一千两百块钱 让我继续我的影视生活 我每天待家里面影着影着 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发现了 所谓的影视的生活 其实就是躺倒不干 说白了就是躺倒不干 而且你躺倒不干 还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你不干美发了 你不想干活了 你说你以前不让我干的 我现在辞职了 都是你不好 所以我在家我待着 你这是事实吧 是事实吗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这就是事实 你们现在两个人之间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欲望 你现在没有欲望 有啊 我想住好房开好车啊 对吧 是啊 然后呢 然后你就继续打游戏 钓鱼 你空想 你现在没有动力 就是没有欲望 你女朋友是一个有欲望的 你一直说她物质啊 说她虚荣啊 我可以告诉你 正常的物质需求 这不是虚荣性 每个腾弓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拿着小皮鞭的 一个老婆呢 她所有说的这些事情 是一个正常的物质需求 而不是虚荣性 如果她有虚荣性 她今天根本不会跟你聊 直接跟那男人跑不就完了吗 她今天来找你 那还不是对你有感情吗 还不是想跟你一起过日子吗 但我总感觉就是说 我现在没工作了 现在也找不到工作了 我总觉得她就是 现在就看不起我 你会不会觉得 这是一种自卑心理 没有啊 你看你就阴阳怪气了 我跟你说 承认自己有自卑心 是一个男人 非常重要的阶段 只有你承认了自己 我现在是不够强大 我有自卑心 我确实不够的时候 你才会想要去战斗 你完全不承认自己自卑 也不承认自己的弱效 你现在就不想去战斗 你知道吗 人生就是一场战斗 你现在不去打仗 什么时候去打 还想什么呀 你今天跟鱼打仗 做人千万不能就地堂倒 人生有很多挫折 一个男人 为什么可以走下去 很简单 因为他有责任感 他需要让一个女人 活得更好 让一个女人 可以在他身边 活得更好 你现在完完全全 没有把这个责任感 承担起来 而且你做错了一点 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一点 是你们这整段关系 出问题里面最大的 谈恋爱两年没有见父母 这是不正常的 所以姑娘 我建议你好好想一想 我记得你刚刚说 你要找工作 现在找的工作 一个月也就一千多 两千块钱 是吧 你觉得这个不符合 你现在的一个定位标准 对啊 你觉得 如果现在你要找一份工作 多少钱的收入 你认为符合你 现在的一个标准 起码得四五千吧 我在你比你还要大一岁 我快三十岁的时候 二十九岁的时候 我的心理咨询 做心理咨询的工资 也就两千块钱 还是税钱 我在想就是 如果我们人生 每一个定位 我们要给自己 设定一个太高的标准 而不去踏实努力 去做的话 你有可能永远是在空想 像你说 我也想住大房子 我也想开好车 如果你不去踏踏实 去一步一步努力的话 有可能是在空想 第二个 如果你真的觉得 美发是最适合你的工作 从时回来 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一个男人 连工作都丢掉了 连工作都没有 他是赢得不了 女人的芳心的 所以如果你坚定说 我就是爱美发这一行 我坚定我能在 美发这行做好 你就去 义无反顾地去做你的 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说 你会不会在 美发这个行当中工作 而且是其他女的客户 你只需要把这个事情 给他抚平就好了 就跟你刚才说 提到这个美发 因为就是我也说过 我说既然就是说 你干这个 就是说干了好多年了 对吧 我还要想说你 我还要想说你 如果一个男人 丢掉自己心爱的工作 他会对自我能力 极其地否定 他在其他的行业当中 找不到自信心 所以他会自卑 面对这样的男人 你就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个 完全放手 因为你改变不了他了 所以你只能完全放手 第二个 你只能做默默地 陪伴和鼓励 就像刚刚两位老师说的一样 如果你不去鼓励他 而且不停地去讽刺他 他只能越来越自卑 而你恰恰在这个台上 所有的表现 你一直在打击他的自信 他本身就是一个 受不了挫折的人 稍微一点风吹草动 他就会往偏了下 他不能往你的思想上走 因为你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 你看你的工作 是做活动执行的 做活动执行的人 本身拿到一个项目以后 他马上就去执行 他知道应该一二三四五怎么做 但他不是 他就是一个很习惯性 按自己调理去走的人 他达不到你的要求 所以要不你的执行力 就是你去陪伴他 给他一定的鼓励 帮他去找工作 或陪他去面试等等 千万不能打击他 男人是越打击越自卑 最后你把他打击了 他走掉了 到时候你真的后悔莫及 在一座寺院呢 有一尊用大理石雕塑的佛像 每天都受到很多人的膜拜 而这个佛像旁边的这个石阶呢 看到了以后就非常生气 你是大理石做的 我也是大理石做的 而且我们取自于同一个山体 为什么我每天受到别人的践踏 你却能受到大家的膜拜呢 佛像对石阶说 你经过了简单的四刀 就在那工作了 而我却经过了千刀万挂 所以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只有苦难才能告诉我们 什么叫惬意 我很想过你那样的生活 钓钓鱼 看看书 很休闲 可事实是周六周日 我还在这坐着 因为我有生活 我不光是我一个人生 我还有妻子 我还有家庭 还有父母 所以没有经过苦难和激起的生活 没有资格谈窃意的生活 没有资格 我已曾经像你那么傲气 鄙视那些所谓的物质和财富 但没有办法 我不过是个凡夫俗辞 我一样要吃饭 我要穿衣 我将来还会有孩子 有了孩子他还要读书 我还要有更大的房子 我要让全家人生活的美美满满 安安全全 这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 我没有的选择 一个男人最关键是要让自己的女人 让自己的家庭 过上安稳的日子 之后你再去谈你那惬意的生活 你那种生活 我只有隔了一个月 可能没有节目录制的时候 我才有时间 自驾游去掉掉鱼 所以啊 不要谈什么傲气 把日子过安稳了 才有资格说 还有一点 上个礼拜一个专栏 让我去写一篇文章 我一气呵成把它写完了 我自己非常满意 结果我发到别人邮箱的时候 别人说 附老师您的内容我是认可的 但是您写的太激烈了一点 因为我们是杂志 您能小资一点吗 我很生气 我说这个人不懂得欣赏 我的老婆跟我说 没事再写一遍 我相信你有能力 想写成什么样 你就能写成什么样 我按下怒气 平行弃合 又把这文章写了一遍 结果呢 既符合对方的要求 对方也对我大家赞赏 丘吉尔说 要想对方拥有什么样的优点 就朝着这个方向 去赞美他 温柔的鼓励 远远胜于严厉的鸽子 这是一个妻子管理自己丈夫 引导自己丈夫的基本法宝 不要去刺激他 其实你们俩是完全非常互归的 一个务虚嘛 一个务实嘛 但一定要明白 生存只是手段 而生活才是目的 没有生存哪来的生活呢 就像你 是吧 没有生活的切力 没有温馨 又怎么激励你去奋斗和生存呢 所以说两者是互相结合的 我相信所有老师今天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能点醒你 让你知道在现实生活里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那就去要 别倒在那 我特别同意陆七老师的这个观点 接下来你们自己选择吧 想好怎么说 说自己内心最真实的话 给对方听 这段感情是要还是不要 我倒觉得你们真的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跟他从事的是什么 没有多大的关系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毕竟在一块两年多了 其实说实话 我现在心里边 因为你每天总说的那些话 我总觉得就是在刺激我 所以我觉得挺难受 所以说经常会跟你生气跟你吵 但是打心仰里边 我还是有你还是在乎你 我刚才也说了 两年之内吧 两年 我会跟你说出 你等的那句话 你两年之内会跟我说出 但是你会什么时候执行呢 我说过了两年之内嘛 其实我心里边特别难受 我只是想就是说让你更上进一点 但是就包括他说的这个美发一样 是我知道你刚才这个 但是现在我跟你说了以后 你居然这个你也不想去干了 好 时间到 来 请关门 把这个题和上一个题合在一起 我们真是惊奇地发现 这都是一种迷失嘛 一个是在嫉妒当中把自己焚烧掉 一个是所谓的为了追悼 而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工作 当你迷失这一切的时候 实际这段爱情就变得非常的脆弱 来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觉得这两个人还能在一起吗 请选择 现场有62.5%的观众朋友觉得不太看好他们 我们屏幕的下方已经打出了我们的微博和短信的参与方式 大家参与我们的短信和微博互动 就有机会赢取由杰利亚提供的千元大礼包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来 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请他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证明给他看我不比别人差 谢谢你 请回 你觉得他会重拾信心吗 重新面对生活 希望今天女孩子的走对她是一种正向的激励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爱情道路上碰到了一些什么难题 来 我们这次三年的一直在泰州做销售 他对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可是突然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后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来到南京 我跟他出来这么久了 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 我真的好想我爸爸妈妈 五年前我离开家的时候 我跟老爸说过 我说老爸如果说我在外面混不出个人样来 打死我都不会进这个家 可是现在我一无所有 什么都没有让我跟他回家 而且回去要见他的父母 这种事情我实在接受不了 所以就算要回 只有让他自己一个人回 我希望他能够跟我一起回家去 我们要一起找一份比较安静的工作 然后一起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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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日子 泪多的鼓勵也是呼应 要求其实并不高 但是就是这样不高的要求 却变成了横在两个人再往前走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了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又请 男女人鹿小鱼23岁来自陕西 职业是关系管理 女女人鹿小鱼22岁 同样来自陕西 另一位女人 来 留守住听两位 回家过平平淡淡的日子 不是挺好的吗 五年前我离开家的时候 我跟我夫妻说过 今天我离开家 如果在外面闯不出个人样来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可能回这个家 进这个家门 我离开家五年时间 我从来没有踏进过家门 你们俩怎么好上的 我们是中专同学 但是那个时候 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谈恋爱 被学校封闭出来之后 他在江苏在那边待着 我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不喜欢拉红工作 没过到多久我就走了 走了我就去广州了 那时候年纪比较小 交了一些朋友 他们就是不良青年那种 然后可能就 一些事情影响到了我 给我今后的生活了 留下一些阴影 当时我被骗了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 我有个家打电话 让你家里给我打钱 当时我爸妈接了我的电话 说我怎么那么不听话 让你在外面好好工作 你就是不听我们的 你就是到处跑 然后我爸妈 他们虽然说我了 但是他们还是给我打钱的 我就回家去了 在家待了没多久 我爸妈妈就觉得 在我们那个年纪的话 我那个时候 定工也是可以的 他们给我安排了 相亲的对象 那时候我觉得很烦 然后我就很想找人 聊聊天说我自己的一些心事 我就跟他联系上了 他说他在江苏那边 发展得还不错 然后我跟他说 我最近有什么 比较烦心的事 他听了之后 可能觉得 勾携自己一些回忆 他说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都很喜欢 但是那个时候 他的性格也比较类像 然后我也比较类像 他就没有表白自己喜欢我 一个遇到了困难的女同学 正好落到了一个 暗恋自己的男生的手里 那怎么着 你就从家里跑出来了 还是跟父母商量说那个 我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因为他们给我安排相亲 那个男的 他跟当初 就是给我一身留下阴影的 那个人长得很像 因为当时我父母 已经收了别人的彩礼钱了 已经定了婚了 如果说定了婚 我以后要跟这样的人 过一辈子 我有自由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 我觉得我以后的生活 会过得很痛苦 当时我就跟他联系上了 我说我自己想出去 你回来接我好不好 然后他就回来了 就给家里留一纸条 然后我们就闪了 现在是怎么 家里面人接受他吗 不接受 不接受他 对啊 现在为什么要执意回家呢 因为我已经跟他出来三年了 想家了 想家 那你陪他回去呗 但是现在不能回啊 为什么 本来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 在一二年的年底 那个时候我自己手里面大概就会有个十来二十万 我可以理直气壮的 让你带着我去你家里面 顺利成章了 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但是现在呢 因为我们的上司 把我们客户的货款 卷跑了 这一片我们就混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 然后我把自己的工资吧 五万来块钱 我就发给我的那些部下 给他们一人做一点补贴 当时钱不够 还是他跟他妈妈要的 要了一万多块钱 给部下补贴了个差不多 然后我们呢 才离开那个地方 后来才到的南京 现在一无所有 那不影响你回家呀 第一次去他家里面的时候 就是我那个时候回去接他嘛 他很天真 就带着我 我带你去见我爸妈吧 去了以后 他家里面问起 你是哪里人 我说我是哪里哪里哪里人 家里面什么情况 几句话没说完 就把我轰出来了 你带我女儿干嘛来 让我女儿跟着你 你能给他什么 那他现在如果自己回家探亲行吗 可以 他要回家 他随时都可以回家 但是我不想我自己乱回去 因为我想带他跟我一起回家去 见我的爸妈妈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争了很久了 我一直的想法都是 如果说在外面 混不出个人一样了 坚决不回家 什么叫人一样 这不活得挺有人一样的吗 不是 有自己的女朋友 别人做错了事情 你替别人去承担 把自己的这个积蓄拿出来 发给跟自己一起干活的部下 我觉得挺棒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 手里至少有个十万块钱 我们就可以回家 那现在你们做什么呢 现在我是在一个仓库里面 跟着做仓库管理 那你挣十万需要多少年 最少得两年 要不咱再等两年 我会等他 我一直都在等他呀 但是就是因为那件事发生以后的话 可能一时半会的话 没有办法接受 人的话就很 很消沉很颓废的那种感觉 有一段时间的话 还不怎么想上班 你不想上班 不是我不想上班 他不想上班 应该说 因为那个时候 我跟他在一起工作 我们两个都不想上班 因为那段时间的话 我怀上他的小孩 孩子呢 打掉了 那你现在是希望说 把他带回老家去 你就在老家 平平静静地生活 不是 是啊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的 现在回去他家里面 不可能同意我们在一起 会强行把我们分开 弄得不好 以后连面我都见不着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现在这种情况 那你就把他带回你们家去呗 我可以把他带回我们家去 那不结了吗 但是我自己现在 我也不想回家 就非得挣够十万块钱再回家 是的 主要就是受父母亲戚什么的刺激 从小基本上每隔那么一两天 都会听到父母在说 你看你还不如你这几个弟 他才几岁 他都比你强 听起来就是一个想创业的年轻人 花了一些时间创业还没创成 甚至还碰到了挫折了 影响到了感情的生活 是吧 是的 只提一个要求 不守在自己的思维的固有模式里 这样的话你们认真去听老师 给你们的建议 你们会发现会有所得 好吗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俩是陕西哪儿的人呢 汉中 汉中对 你哪儿的 我们是属于一个县城的 莫子在陕西人 闹想 首先第一个 你把这么好的媳妇带回家 已经是非常非常让人值得羡慕 这件事了 这根本不是你所说的那种 我不要混个人吗狗样 让我不能回家 你想错了 另外一个给妹妹说 时间长了出来肯定是要回家的 父母亲比如说不同意她 对她有成见 这个工作你需要去去做的 如果说你老师这么抵触在外面这样子 这是起不到一个好作用的 我倒觉得你不妨可以尝试的 你先回去跟父母亲沟通 迂回地让她跟你回去 哪怕在陕西汉中结婚 结完婚之后外头有合适的生意 再出来再打拼嘛 岂不更好吗 我要是你父母 我会为你骄傲 为什么 我觉得你做的那个事儿 就是把自己的钱去贴补 属下这个事儿 很有责任感 在这点上 我是非常非常认同你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面子跟老婆哪个更重要 老婆 对啊 老婆重要吗 那你管面子干嘛呢 什么跟你爸说怎么样怎么样 那是爸 你今天就算拿了五十万回去丢他面前 他照样说你不好 你信不信 那是爸 爸就是这样 爸跟儿子 就是这样 我爸天天在外面夸我 知道吗 但他当着我的面 他就得说你不好 说不定你爸背后也夸你 你要面子 你爸不要面子吗 跟父母没有什么面子可谈的 就像他在广州车上 花一个电话打过去 钱就打过来了 骂两句应该的 这是正常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要谎谎 我觉得这姑娘吧 挺好 特别单纯 说实话 我现在看得出来 他整颗心都是在你身上 人家这么死心 他就跟着你 对不对 偷着乐趣吧 他可以抛下一切 不明不白地跟着你 甚至为你还还过孩子 你今天你要为他做那么一点点的牺牲 我觉得是应该的 还有一点你要记住 当时他父母退婚的时候 在他们那边肯定是惹出很大风波的 你必须要去给他们家一个交代 这个交代不是说马上去领证 而是到他父母面前去承认 这是我的女朋友 我是他的男朋友 说实话 如果我要是他的父母的话 我会非常生你的气 拐我女儿三年 没有任何的联系 我真的是恨死你了 如果我是他父母的话 所以我想你要承担了一个家庭责任 就是你真的要去那个家里道歉 而且你要做给他们看 我想做父母 肯定是想要女儿好 他爱他的女儿 肯定会爱屋及乌 如果你都不上门去给道歉 或者给一个说法的话 你想那边会担惊成什么样子 美女落难 英雄友情 生活窘迫 无言回乡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 我想对于男生来说 曾经生命当中肯定有一个残缺 但凡是想要用一定的物质 来证明自己的人 用一定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人 都曾经在成长过程当中有过残缺 比如说有人瞧不起你过 比如有人对你有不公平的对待过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真正的强者无需证明 内心强大是我属于我自己的 我所担心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所担心的是你们刚才没有谈到的问题 而在台本当中有的问题 就是美女落难之时 曾经受过的那段屈辱 曾经在你最落魄的时候 你把它揭开过 这不是一个爱她的男人该做 当时 要藏都藏都来不及呢 你还去接她的这种伤疤 这有点太无男人了吧 当时我觉得 不要解释当时 不能再有以后 一个女人那么小的年纪 遇人不输 留下了一段 如今还像噩梦般的这样的记忆 然后又身不由己 在家乡碰到了一个家里面 所要安排的不喜欢的人 每一段生活都像梦魇一样 直视遇上了你 她可以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你 那是一种怎样的托付啊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你有三点要求 第一点 不要用东西去证明自己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 你握一手的好牌 而在于你打好一手的坏牌 第二 这个女人已经全心全意地 托付给了你 你就好好地接着 不要让她再受任何的委屈 还有第三 你远远不理解父母的感受 真正的你的丈母娘和你的岳父 关心的不是你有多少钱 而是你怎么对待她的女孩 不要说那些虚头霸脑的话 什么叫像个人样啦 跟赵川跟我们这些就叫像个人样啦 我们也不像人样 我们也有岳父看不起咱的时候 知道吗 这样八经男人要的是责任 就这 我今天其实录他们这个 是带着巨大的压力度 我上来之前编导就给我交代 说川哥一定要好好地给他们录这个 一定要好好地帮他们 其实今天编导也是用心良苦 咱们现在不都在假想吗 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对吧 有的时候电视工作着她不容易啊 你妈来了 来 今天你都不打车话 你死个不车话 我知道错了 你死个不车话 妈 我知道错了 你让我和不老 让我跟她在一起和不老 来 下面您其实很早就在听 这小伙子其实真的不错 您觉得呢 但是他们走的时候 我直接丢了一封信就走了 自从他把我女儿带着我就是去 反正我不管怎么 我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爱女儿吗 希望她幸福吗 肯定希望她幸福 这三年来不都是这个小子给她的幸福吗 他给我女儿带的是什么幸福 带出来连一个电话也不打一个 小子快认错 阿姨对不起 如果当时你不把他带走 也许我还会同意你们在一起 但是现在 就像他你把他带走以后 冲子都传得沸沸扬扬的 都说我女儿跟着别人跑了 死活不接受这小子 是 不管他有钱没钱 所以小子听见没有 跟钱没关系 我们这么一走 给你家里面带了很多的麻烦 到今天到这了 我才真的觉得 我怎么那么蠢呢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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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让我跟他在一起好不好 不行 如果他上次不走的话 我还可以同意 同意还不在一起 那不是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吗 两个孩子都这样了 好像现在 你想永远失去这个女儿吗 我也不想失去而已 对啊 我刚才说的话 你听见了没有 你的女儿这些年过得很苦 她在外面过得很苦 你还让她继续苦下去吗 我也知道她苦 所以她又问我要钱 我就是没钱 借钱就要给她打 就让她打一万多块钱 但她现在要的是幸福啊 她能给她带来什么幸福 那你怎么知道 她不能给她带来幸福呢 她明明现在跟她在一起 就是快乐的嘛 她们这次在外面漂泊 根本都不回家 幸福 她现在知道回去了 你成全让她算了 她想回去 你又不让她回吗 我让我一旦回家 她想带着她一起回吗 你拆了她 她不就不回了吗 点个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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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行 赶紧叫妈 叫好的 该妈 起来吧 别哭了 来一趟天津 拐了个女婿回家 你也够厉害了 见证一下吧 求一下婚 开开心心的 奋幸福走呗 来 站到中间了 来 邀请小花童 感谢杰利亚 为本节目嘉宾订婚 提供的这个套装礼盒 感谢天津 东尼佩吉钻石 为本节目嘉宾订婚 提供的钻件 接下来我们就陪伴着 这位母亲 一起来见证 她的女儿和小伙子 神圣而浪漫的 求婚一世 来 亲爱的 跟我在一起这几年 你说不让你受了很多委屈 但你吃了很多苦 有你这样的女人陪着我 这一辈子 不管说我干什么 我都觉得我值了 我会尽我所有的力量 我会去爱你 去给你幸福 请你嫁给我 好吗 这算是幸福的眼泪吧 刚才小伙子说那话的时候 我看你也要哭 为什么呀 其实我身体也很感动 你也感动了 女儿有真爱了 带他们俩回家吧 走吧 录了那么多场节目了 也有很多的订婚的仪式 今天这个其实是最感动的 接下来又是老师们之招的时间了 杰丽亚 爱情宝贵地 爱情是缺什么找什么 而不是要什么就给什么 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 是我们想的太复杂 适合你的那个人 就坚持跟他在一起 不适合的 赶紧放手 爱情需要激情 而生活需要希望 激情会让你的人生断片 而希望会让你的生活继续 再一次的感谢杰丽亚 对于本节目的独家怪名播出 要感谢 感谢观看